各位特别友大家好 我是杨耀棠 我们今天轰天蕾小教室所要谈的主题是 低价预估获利成长股 去年的12月的营收已经公布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第四季可能获利会成长的个股 我们可以先注意第四季 营收比第三季成长的个股 那第四季是否 获利会不会成长还有业外跟汇损的问题 但是营收成长是必要条件 那还要注意一下股价不能涨幅太高以免 股价呢 已经反映了营收成长 在选择个股呢有三大方向 第一个 季度面一定要呈现多头 然后呢 股价在20元以下 我们选择低价股呢 是因为 风险比较小 因为现在指数在高档 那营收成长的话 搞不好是起长点 第二个 第四季的营收要比第三季 成长 第三个 12月的营收最好要创一年新高 因为呢 你营收创新高搞不好他 就是今年的一月他可能还会持续创新高 那这三项条件呢是投资人优先选择的 个股 我们就以极优跟建仓为例 那极优我们来看一下 去年12月的营收呢 是5.4亿 他又创了一年的新高 其实11月他就创一年的新高了 这5.4亿呢 一年新高也是 两年新高 各位可以看一下去年到现在 他这个创新高 那我们加起来呢 第四季的营收是 14.72亿 那比第三季12.7亿成长了15.9% 所以呢 营收呢 继成长是15.9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季报 那目前来讲 第三季呢是11 就是毛利率呢11.73 比10.58 营业率呢是5.08 比4.1 那获利是0.31 比0.17 意思就是第三季的毛利率 营业率 EPS都比第二季成长 所以呢我们预估第四季 可能会持续成长 那我们看一下技术线形 这条是 季线 然后月线 那因为呢 他本来往下了 要走路靠近季线 结果呢营收爆出来以后 跳空往上开 那目前而言讲 因为营收成长的幅度还蛮大的 所以事实上来讲 他这地方呢有可能会获得支撑 这一根呢 最大量的黑K 目前来讲 他已经重新站上 那也重新站上月线 那目前季线在这里 他还是一个多头结构 那他有 就是一波比一波高 好多味道 他有还涨的味道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建仓 第二支的范例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 12月的营收呢 是17.72亿 好 那比上个月的成长了19.5% 也是创一年的新高 营收创一年的新高 那第四季的营收呢 是45.03亿 比第三季的营收30.89亿 也是成长了15.7 那非常非常的 不错啦 那我们看一下 重点在这里 下一页 他的毛利率呢 第三季呢 一样 好 是6.52 比3.69 营益率3.46 比0.09 获利呢 是1.24 比0.02 也就是在获利 本业大幅成长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第四季呢 又比 第三季又成长 而且还来自于是本业喔 所以呢 我们预估呢 第四季可能会持续的成长 那我们看一下技术面 目前呢 他一样 一波比一波高 然后过高之后呢 高档震荡整理 那目前呢 股价呢 在15.16这边做震荡整理 那我觉得 如果他第四季能够获利 超过一块 那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股价目前才15块 本业比 就不太高 这是我们 选股的方向 然后呢 提供两支个股呢 给各位做参考 那祝各位呢 操盘顺利 财运横通 那本业因呢 仅供参考之用 那各位呢 要自行 如果在投资 投资决定的话 请自行 运用 独立思考 在这里是仅供参考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